鉴于当前的形势 中方决定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招待会 调整到适当的时候举行 俄日将举行联合反海道演习 日本的两艘军舰今天抵达俄罗斯 俄罗斯将出动三艘 韩国媒体报道 韩美两国初步决定将韩国弹道导弹的射程标准 从现行300公里延长至800公里 专家分析此举将给半岛局势再添付安定运速 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继续在多处边境地区交火 反对派叙利亚自由军宣布 将武装总部迁回境内 全球新闻中国报道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新闻节目 日本时事通讯社今天援引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消息说 21号一艘来自中国台湾的保钓船出现在钓鱼岛周边海域 当时为了防止台湾保钓人士登岛 日本方面安排了十几名海上保安官 以及冲绳县警方登上钓鱼岛进行警卫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 22号就日方人员非法登上钓鱼岛发表谈话 洪磊说21号晚上多名日方人员 以防止台湾保钓人员登岛为名登上了钓鱼岛 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 中国政府向日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和强烈抗议 日方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 中方将继续采取措施坚决捍卫钓鱼岛领土主权 全国有协中日有协的负责人今天表示 鉴于当前的形势 中方决定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招待会 调整到适当时候举行 这位负责人表示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 双方应该以此为契机 推动中日关系以及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新的发展 但是不久前 日本政府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 执意采取非法购道行动 严重损害中日关系 严重破坏了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应有气氛 中国政府对此表明了严正立场 中国各界也表达了强烈义愤 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方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 推进中日的友好信念没有变化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题为 日本不思悔改和谈修复对华关系的文章说 日本一面表示要修复对华关系 一面妄言将以强硬姿态解决领土问题 钓鱼岛问题事关中国的领土主权 中国绝不会退让半步 21号晚多名日方人员 以防止台湾保钓人员登岛为名 登上钓鱼岛 22号日本右翼团体在东京发动反华示威 鼓噪中国侵犯了钓鱼岛 叫嚣日本自卫队常驻钓鱼岛 日本上述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犯 是在无理取闹颠倒黑白 日本右翼势力借钓鱼岛问题姿势由来已久 日本政府严重误判形势 与日本右翼势力相互利用沆瀣仪器 企图实现加强控制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图谋 日本政府与右翼势力在钓鱼岛问题上眼双黄 并非偶然事件 有日本政坛右倾化加速 外交日趋强硬与邻国关系紧张的大背景 日本经济长达20年持续低迷 中日实力对比迅速改变 一些日本人陷入挫折郁闷 躁动不安 主张以强硬路线对抗中国 成为一些日本人不时记起的政治法宝 中日关系的严峻局面是日本一手造成的 日本政府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和严正交涉 非法无效买卖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构党闹剧让日本政府陷入被动局面 面对不断加大的压力 日本政府表示要通过加强意见沟通和对话 来修复对华关系 然而这不是嘴上说一说就管用的 日本政府如果真的想修复对华关系 就必须拿来反乘务实的行动 彻底改变错误做法 日本不思悔改 何谈修复对华关系 日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 中国将继续采取措施 坚决捍卫钓鱼岛领土主权 在事关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 中国人民绝不会退让半步 今天上午国家海洋局海域无人机摇杆监视监测试点 在江苏连云港通过了审查验收 国家海洋局有关人士表示 在十二五期间完成沿海各省无人机摇杆监视监测基地的建设 全面推进海域无人机应用 同时在深化近岸海域监视监测的基础上 扩大监测的内容和范围 全面加强对包括钓鱼岛 黄岩岛 以及西沙 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在内的 中国管辖海域的综合管控 此外 为了提高中国钓鱼岛海域的气象监测 与预报服务的能力 中国气象局近日在浙江的舟山温岭和福建的福顶平潭 建立了一个四站长基线新型三维雷电监测网 这个监测网的建立 使中国气象部门对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 雷电监测精度达到了一公里以内 大大提高钓鱼岛海域天气预报的准确率 可以为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作业的安全 提供更为准确的天气预报服务 日本政府非法购导行为不但引起了中国各界人士的激烈反对 在日本国内也有一些政界的高官和元老 对野田政府不顾两国搁置争议的共识 将钓鱼岛非法国有化挑起事端表示不满 日本资深外交界人士 原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局长孙奇祥表示 周日之间关于钓鱼岛问题 确实是有搁置争议的共识的 只不过现在的日本政府为了某种目的 不愿承认罢了 1972年の周恩来首相と田中核英首相 それから1978年の東昌平副首相と日本側の園田上大臣 この中で尖閣諸島の問題は棚上げ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の合意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私は外務省の国際情報局というところで働いていますから いろんな情報に接していますので 多分私の説明は間違い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孫奇祥同時还对日本国内部分政治人物 为了个人的政治目的而炒作钓鱼岛問題提出了批评 ナショナリズムを煽る 自分のこれは自分の領土だということを主張すると 国民の相当数の支持を受けられるんですよね だから政治家にとっては 領土問題で強硬な姿勢を取るということは 非常に自分の立場を強化する上では魅力的なんですね だけど紛争を煽るようなことをすると 最終的には場合によっては 軍事的な紛争に行くわけですから これをいかに避けるかというね もっと個人の利益 党の利益というものを離れて 大きな視野から我々の東アジアをどうするべきか ということをするのが政治家の役割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孫奇祥認為 从世界发展的潮流来看 日本的未来在亚洲 日本要把目光从美国转向亚洲 中日两国具有很广阔的合作发展前景 必须尽量避免让钓鱼岛問題 对两国产生負面影響 日本民主党最高顾問 前財务大臣滕景玉九 在23日也表示 在钓鱼岛問題上 应该尊重周恩来邓小平提出的 擱置争议的主張 中国众多有识之士 在钓鱼岛問題上持冷静看法 针对中韩等国 认为日本没有深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 滕景表示 日本年轻人应该多去学习过去的历史 历史上 日本确实对韩国进行了殖民统治 也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这些史实发生过 也有必要让日本年轻人了解 中国国家旅游局9月21号发布了出行提示 提醒复日旅游的中国游客 高度关注自身的安全 受此影响 国内不少旅行社 开始大规模的退订日本行程 在许多旅行社里 宣传资料中 已经没有了日本游的介绍 不少旅行社 国庆前后居日本的团队 基本都已经退完 近期到日本的游客 基本上已经全货都退了 退款我们是全额退款 双方没有游的责任 受日本非法孤岛闹剧的影响 从9月12号起 上海 成都 沈阳等地的各大旅行社 开始陆续有游客要求退团 目前 上海赴日游退团人数仍在上升 除春秋国旅 上海国旅的退团也基本完成 旅游局要求各旅行社继续跟进相关事宜 同时保障在日游客的安全 多家旅行社表示 近期内将不再做日本旅游的宣传和推广 并且不向游客推荐日本旅游线路 业内人士估计 国庆过后 中国游客赴日游将进入冰冻期 我们再来看近日 中国海军南海舰队某登陆舰支队 组织舰艇与舰载直升机 进行夜间着舰训练 他们克服舰艇行径间摇摆度大 夜间能见度低等困难 完成了双击多架次的起降训练 提高了舰机协同作战能力 晚上八点训练正式开始 各作战单元快速反应 两架直升机同时升空飞离舰艇 飞行中 塔台指挥员与机组保持密切联系 随时通报舰艇要素 直升机绕舰艇编队飞行一周后 依照指挥员指引 对准甲板指定位置 飞机稳稳着舰 夜间行进间双击起降 是舰带直升机的高难科目训练 飞行员不仅要克服 双击起飞时相互影响的复杂气流 还要与行进的舰艇进行精准的配合 为此机组训练前对科目特点 特勤处置 地标辨认和舰机协同等 进行了专题研究 我们采取统一要素 统一方法 同时调整航向 增速起飞 以达到双击快速前出的目的 这次进行的夜间双击起降舰训练 不仅填补了我海军 舰载直升机夜间行进间 双击起降训练的空白 同时也标志着我海军 舰载直升机 以形成全天候复杂条件下 作战能力 今年8月份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访问了日本的武鹤港 今天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两艘军舰 抵达了俄罗斯弗拉蒂沃斯多克军港 进行回访 并将和俄罗斯舰艇举行 联合反海道演习 我现在是在俄罗斯的远东城市 弗拉蒂沃斯多克 当地时间9月23日上午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两艘军舰 抵达弗拉蒂沃斯多克军港 并在接下来的几天内 将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展开一系列反海道演习 此次造访俄罗斯的两艘日本军舰 一艘是大殿号驱逐舰 另一艘是有名号护卫舰 9月26号 俄日两国舰队将在彼得大帝湾 举行海上联合反海道演习 演习分四个阶段进行 分别为国际舰队进入演习区 联合行动搜寻海道船只 解救背后船只 以及最后的海上送别日舰队仪式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将出动三艘舰艇 包括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 一艘导弹快艇和一艘远洋救援舰 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 曾两次扶亚丁湾 执行打击海盗的国际任务 并于今年夏天与日方舰艇 共同参加了2012年 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 日本舰队是近一个月来 第三支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军港的 外国舰队 此前韩国和美国都曾分别派舰队到访 韩联社今天报道说 韩国政府最快将在10月初 发表新的导弹政策宣言 韩国和美国初步决定 将韩国弹道导弹的射程标准 从现行的300公里延长到800公里 弹头重量仍旧保持在500公斤 大幅上调无人飞机的搭载重量 专家分析 韩国导弹射程增加之后 半岛周边国家的安全 可能会受到新的威胁 给半岛局势再添不安全因素 我们来看新的观察 根据韩美1979年签订 2001年修订的导弹协定 韩国弹道导弹射程的上限为300公里 载荷不得超过500公斤 这意味着 韩国只有尽可能地在北部边界附近 发射弹道导弹 才能覆盖朝鲜大部分地区 导弹协定2012年底到期需要续签 韩美双方从2011年1月开始举行谈判 韩国中央日报称 韩国政府起初打算把射程上限 扩大至800公里或者1000公里 是韩国具备在最南端发射弹道导弹 覆盖朝鲜全境的能力 但美方曾经以韩国扩大导弹射程 可能触发地区军备竞赛为由而拒绝 从目前透露出的消息看 在增加导弹射程方面 美国似乎做出了某种让步 但在弹头重量上并未做出妥协 韩国一位军事专家称 要想在战争状态下 破坏藏在地下的朝鲜导弹基地 核设施或空军基地 导弹头重量必须在500公斤以上 半岛周边国家对韩国拟易增加导弹射程 都持反对意见 近日朝韩海上边界线附近的冲突 以及两国针锋相对设立战区司令部的消息 令人对半岛局势紧张的担忧加剧 专家分析 韩国增加导弹射程 是韩美在安全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韩国方面从天安号事件和盐平岛炮击事件后 认为需要加强边界的安保水平 深层此原因 则是韩国希望通过强化与美安全合作 为日后从美军接手战时作战指挥权奠定基础 而美国方面则是借美韩同盟调整亚太军事战略 使驻韩美军由半岛内部的防御部队 转变为向亚太乃至全球投送兵力的快速反应部队 通过巩固美韩共同防御体系 加强地区干预能力 继续将你报告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22号下午在喀布尔与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举行了会谈 下午五时许 周永康一行的车队抵达总统府 阿总统府仪仗队早已在大门前整齐列队迎后 卡尔扎伊总统专程到周永康的车前迎接 周永康一下车 他热情地迎上前去握手 护致问候 周永康首先转达胡锦涛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讨出院 他说 今年是中阿关系史上的重要一年 今年六月总统阁下访问中国与胡锦涛主席共同决定 把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掀开了中阿关系新的篇章 我此次访阿带着13亿中国人民对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情谊而来 为着推动落实中阿关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而来 希望通过双方努力把中阿合作推进到新水平 更好的汇集两国人民 卡尔扎一请周永康转达对胡锦涛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他说 阿富汗与中国是亲密朋友 我们一直在盼望着中国高级代表团访问阿富汗 今天终于盼到了您的到来 我代表全体阿富汗人民对您表达